动真格的来了 俄罗斯海军末日潜艇别尔哥罗德号入役 美北极计划落空了 各位网友大家好 我是陆忠诚 欢迎来到忠诚talk 最近一段时间 俄罗斯海军再获得一件大杀器 引起了外界的关注 据了解 这件大杀器是排水量近3万吨的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夸张点说 相当于在水下放置了一艘航母 并且这艘核潜艇还可以携带六枚博彩冬战略核鱼雷 有些媒体称其为末日潜艇 发射一颗博彩冬就足以摧毁一个国家 不过俄罗斯方面声称 该艇是用来在偏远海域进行考察 以及进行搜救的研究船 美国和西方显然是不信的 美国动力网站就称 当前正处于夏季 北极冰层正在融化 俄罗斯此时毫无疑问 就是想控制北极地区 美国和西方之所以如此在意 俄罗斯的北极部署力量 其一就是北极冰面下 蕴藏丰富的化石能源 说起来也巧 不久前俄罗斯还在北极地区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油田 俄罗斯声称 已经建设完成 这个油田 每年将给俄罗斯带来 一亿多吨的石油产量 俄罗斯将有了更多的底气 和美国西方等国家耗到底 这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显然是不利的 当前西方的工业发展 乃至人民的日常生活 都已经被俄罗斯给卡住了 有了这块油田 制裁将更失去作用 现在俄罗斯宣布 最新核潜艇的入役 可不是更加剧了西方的担忧吗 此外 这条走北极的航线 不同于几乎被北约封锁的波罗的海 以及由土耳其看管的黑海 通过它可以使俄罗斯 绕过美国和西方的制裁 向东进一步与中国加深合作 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的护航 就显得十分的重要了 事实上 美国陆军在前些时候 还明言要增兵 加强北极的军事部署 再加上芬兰瑞典加入北约 直抵俄罗斯家门口 以及乌克兰的威胁 美国无非就是想三面包夹住俄罗斯 尽管美国口口声声说 不会直接下场 但毫无疑问 只是时机的问题 对于美国的步步紧逼 俄罗斯自然不会忍气吞声 搬出别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就是对美国增兵北极的回应 值得一提的是 普京不久前还曾直言 俄罗斯日前的军事行动 还没有到动真格的程度 现在看来俄罗斯所说的不假 连尔哥罗德号核潜艇 可不就是在警告美国 别逼俄罗斯动真格的 不过话说回来 不难发现 美国和西方先前实施的各种围堵 几乎都在被俄罗斯化解 就算是化解不了的俄罗斯制造业 以及航空业 俄罗斯也没有因此一蹶不振 这是否可以说明 美国和西方的制裁 几乎就是白费力气了 却反噬了自己一身伤呢 好 各位网友 今天的话题我们就聊到这儿 欢迎大家留言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